御书房里 魏惠王坐在御岸前 二目威逼 一动不动 就如一段木头 不知过有多久 魏惠王仍旧保持这一姿势 在一边守护的皮人 既怕惊动的 又怕出意歪 只好有意识地缓缓走动 先是脚步轻微 继而脚步放钟 故意弄出些声响 魏惠王的声音 从两片嘴皮子里蹦出 但身子仍旧未动 皮人哪 晃啥呢 主子 皮人不知何时 已经改过称呼 不再叫他陛下了 凑到跟前说 奴婢 在想事情 怎么也想不出 有点急了 想什么了 奴婢想的是 主子这晨光 会在想什么呢 奴婢想啊 想啊 想啊 想的头都大了 要是奴婢 要是奴婢也有淳于子修来的通心术 该有多好啊 你啊 其实已经晓得寡人在想什么了 皮人给出一个笑 奴婢 真的不晓得呀 不过 不过主子这般讲了 奴婢 就想猜猜看 他瞥了一眼 慧王岸面上的竹简 主子 在想国事呢 废话 废话 不想国事 还能想啥 说具体点 是 是 是想 这竹简上的事 嗯 真就让你猜对了 慧王张开眼 看向了暗面 上面一字 摆着七侧竹简 是白虎大潮 暴揍时 拥过的 皮人脚步一转 移到他身后 动作麻利的 为他捏揉颈椎 边揉 边笑 主子 奴婢 这也提个奏本 哦 奏吧 主子 这已做了 有几个时辰了 该到后花园中 走走才是啊 流水不服 多走路 活落松筋 好处多了去了 至于朝堂上的事情 就让那些臣子们想去 主子 这把头想大了 想疼了 不合算呢 哎呀 寡人也是不愿意想啊 可是 卫慧王摇了摇头 顿住了话头 用力起身 皮人伸出援手 扶他站了起来 主仆二人在屋子里 小走了几圈 缓步移向了房门 刚到门口 远远的望到 公职内臣 带着二人 沿着林音道 直走过来 卫公臣子中 享有不通报 而直接入见的 金指三个人 太子申 慧师 和庞渊 慧王揉着眼 问道 寡人眼花了 这是哪一个呀 是武安君 他还引来一人 奴婢认不出了 看样子 寡人这金 是松不成了 慧王说着 学回了书房 赋予案前做下 不消一时 公职内臣 进来通报 慧王宣庞渊入见 君臣礼弼 慧王指着外面 贤婿啊 外面好像 还有个人呢 庞渊吃了一争 父王 您怎么晓得 贤婿 既引此人来 想必不是俗客 让他尽见吧 庞涓出门 不一时 引着张仪入见 慧王上下打量张仪 显然记不起是谁了 你是 张仪拱手 鬼谷张仪 叩见卫王 啊 鬼谷张仪 你不是 在秦维乡吗 回禀 魏王 正是那个张仪 哦 魏王嘘出一口气 盯住张仪 盯住张仪一时 又问道 极为秦相 为何以不一之身 尽见寡人呢 想与大王私谈 慧王指着旁捐道 这里没有外人 这是寡人贤虚 也是你的同门 他又指了一下皮人 这是寡人尽事 无碍思谈 寡人老朽 张子有何指教 尽情直言 张仪再次拱手 一字一顿道 魏国 魏仪 张仪劈头就是此话 魏惠王大争 看看庞涓 又看看张仪 目光下意识地 落在了面前 白虎的竹简上 梁九 他指向旁边的客席 请张子入席详谈 张仪在客席正经坐定 耳目如炬 直射着魏王 魏王轻声问道 魏国朝野上下 一切如常 张子何出此言呢 张仪拱手胸前 砍砍言道 如果不出一只所料 魏国已经陷入外困内忧 如猛牛落井 王无日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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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王懵了 苦笑了一下 看向了庞渊 见他闭目不语 又回视张仪 这 何以内困外忧 请张子指点 是外困内忧 对对对对 请张子详眼 张仪缓缓说道 先说外困吧 南向 魏楚毗林 魏先将军武起 夺却掠取大梁 及周遭处地二百里 现将军旁涓 再略行山 及周遭处地一百里 就愿不提 但是这两桩心案 余味是喜 于处 却是截肢之痛啊 东南向 魏送毗林 先将军武起 夺占湘陵 湘陵乃 宋先祖 湘王的陵寝 今为魏军 宋人耿耿于怀 东向 与小魏国毗林 小魏之祖地 大片接入魏京 东北向 魏齐接壤 前朝旧院 进阶不提 想必齐王 不会不惦念 黄池之辱 将军填祭 更不会忘记 女装之修吧 至于三进 魏与赵涵 国土犬牙交错 厉害息息相关 百年来 磕磕碰碰不提 但是恶战硬仗 当不下三十次 编程旗帜 交替变幻 朝魏西朝 亦不为惊奇 更慌急的是西相 魏与强秦之争 张仪顿住话头 微微闭目 惠王不耐烦了 欲听下文 这些陈年旧士 无不是秃头上的狮子 凡人皆知 还请张子 讲些新的 我王好欲啊 仪方才所言 确为秃头浮尸 然而 凡人所见 无非外相 唯有大王 当该知痛知痒啊 知痛知痒四个字 显然刺激了惠王 他叹身向前 请张子祥诗 六国伐秦 而兵败寒骨 大王想必不会认定 是庞将军无谋 魏武族无勇吧 想到虎牢关上 四王信誓旦旦伐秦 两军对阵之时 储兵却果足不前 骑兵更是迟迟不道 慧王轻叹了一声 不再知声了 张仪不再给他思考的时间 咱们再讲内忧 远且不提 但是近年 一只耳闻目见 魏居中而四战 兵阁卫蝎 民无声息 寒谷战后 庞将军痛定思痛 图谋东山再起 年年增阔武族 日日练兵备战 欲学前仇 然而 魏土不增反俭 魏民时有逃离 赋税日少 府库日节 苍生日苦 君臣护愿 敢问我王 凡此种种 想必不再是 秃头之师了吧 魏惠王额头汗就出来了 庞娟显然没料到 这又扯到他身上 略是诧异地 看着张仪 张仪 似是讲完了 闭目净坐 惠王拿过 皮人递过来的私圈 擦了一把戏汗 张子既知 魏国困境 想必已有摆脱之计了 寡人不才 敬请张子赐交 两个字 连横 连横 许是第一次 听闻这个词 惠王一双老眼 眨巴了几下 何为连横 还请张子详诗 苏秦 不是在列国 倡导合纵吗 纵即南北 三进合纵 外加燕楚 构成南北一线 至于齐国入纵 不伦不类 别有用心 可以不计 纵亲六国 会于孟金 旨在至秦 六军逝师 纵亲达到绝顶 圣者曰 月圆则缺 悲满则意 苏秦山挂六印 号令六军 堪称人臣之极 六师 必及于 寒谷关外 堪称纵亲之极 五级 必反啊 六军会盟 却各怀其思 六师必及 却不战而去 正应了 极反之礼呀 嗯 神是 神是 张子 说下去 田有千末 道有纵横 纵士既衰 横路当行 魏国远策 当是去纵入横 与秦结盟 听到这里 慧王显然明白过来了 方脸拉起 久不说话 张仪 蠢透了慧王心思 直追过来 连横长策 有何不妥吗 慧王二目如炬 直射张仪 一字一顿道 只有一个不妥 何夕 张仪似是不知群儿了 紧追不放 敢问我王 何夕有何不妥 秦人玩弄诡计 罢我何夕 七百里江水 数十万臣民 一夜之间 尽为秦友 十几万勇士的尸骨 这还长眠于何夕地下呢 哎呀 我王只知何夕 却忘了 秦进雨水之夷了 暮宫之时 两度嫁女于晋宫 地结了百年之好啊 那是晋室 不是魏室 寡人此生不收复何夕 死不瞑目 我王 这是意气用事了 我王既然提到何夕 身为何夕之民 已就说说何夕 暮宫之时 西河之南 为大吏 辅士 锐 等封国所有 北 为白底所居 与晋并无瓜葛 暮宫逞强 小国 皆归秦治 白底北缩 何夕七百里 视为秦土 之后 秦进诗河 作为交接区 何夕首当其冲 屡为战场 三家分进 魏将无起 出征何夕 赶走了秦人 方将七百里河山 并入了魏境 再后 就是秦魏之争 在何夕 你来我往 直至商君 强途何夕 往事如焰 寡人 只计尽仇 疑 这就与王 亦此尽仇 秦与魏 皆争何夕 情同 事不同 所谓情同 何夕与魏于秦 皆是先祖 以利所得 臣民 以邪所患 所谓事不同 何夕与秦 为必争之地 于魏呢 则为龙子耳朵 你这是明显偏秦 以不敢偏秦 以出生之时 何夕属魏国 作为魏民 一只先祖 为何夕流汗 一只先父 为何夕流血 一只先母 死于秦人之手 一只家产 皆被秦人夺去 以与秦 本有血仇啊 以事已不能 也不愿偏秦啊 那既然如此 你且讲讲 何夕 为何与秦为必得 与寡人 就是笼子耳朵了 秦原都岳阳 仅与何夕 隔了条落水 商阳时 秦一都咸阳 与何夕 也不过三百里 快马一日可制 而且何夕 与咸阳 一马平川 除一条小小落水之外 几乎是无险可守 不得何夕 叫秦王如何安战呢 常言道 将心比心 假定我王是秦军 又该如何看待何夕呢 慧王咋巴了一下嘴唇 与魏国呢 事完全就不同了 笼子耳朵 好看而无用 魏夕有河水之险 南有小寒之固 何夕在手 岂不成了笼子的 耳朵了吗 5 4 6 5 5 9 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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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